防疫警戒降级花莲两大金针山花季如期办理 副理箱农会8月15号晚间 举办了丛林野派对 秘境忘忧夜的线上直播开幕活动 并且在花季期间设置了六大主题派对 不论是看直播、看短片、传照片、参加投票 都有机会可以获得金针限量礼盒 另外农会也推出三款独家金针花造型口罩 意外成为了热卖商品 防疫警戒降级花莲两大金针山的花季如期办理 副理箱农会在8月15号的晚间 举办了丛林野派对 秘境忘忧夜的线上直播开幕活动 我们六十蛋山一样花季一样 流花的部分还是一样 跟去年完全是一样 而且今年雨水很足 所以我们的整个流花的部分 花矿非常的好 目前的话花已经大概开了六成左右了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来这里玩 那当然 配合防疫农会并与在地农家共同推出了防疫美食派对 推出金针水饺 金针肉灶 米蝶香咸猪肉 梅干金针控肉 金针馒头 金针油饭 金针苦瓜等等 多项的金针花创意美食 这些就是我们六十蛋山非常受欢迎的这些民族 农家们自己的秋楼菜 所以也透过这冷农商的方式 大家可以宅配回去 只要有大红变锅就可以吃了 农会总干事张肃华说 金针花鼓称旺幽药 农会希望民众 防疫同时透过线上赏花 参加好玩活动 宅配吃美食 旺却翻游 记者高双双不离乡采访报道